1201L,这个楼画风经常突变,且喜欢歪楼,一去不复返的话题。 1202L,主要能买一条街的大哥,魅力太大了。 我作为男人,我都动了心。 1203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你们可别捣乱了,好不容易才把大哥哄走。 大哥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去新房子住,我们干嘛要去呀,学校宿舍多好, 在食堂吃饭又近,排队可以抢在前面,而且多有安全感,到处都是学生,感觉自己都年轻了。 1204L历史系才子,你怎么不说是因为房子太大,你懒得打扫。 1205L,太大的意思是多大。 1206L,有钱买大房子,没钱请人打扫吗? 1207L,哎呀,人家黏糊糊两个小情侣, 干嘛要有人打扰啊? 所以肯定自己动手啊。 1208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就是没有必要啊, 我和蓝湛又需要这么大的地方。 现在宿舍完全够我们俩人住了,书房也够大, 蓝湛在里面看书,我在里面画稿都足够大, 而且,再不行,我们还可以住我那套房,不需要大哥的房子。 我喜欢小小的温馨的,俩人足够住就好。 1209L,魏无羡,你们俩是不是忘记你们俩还准备一起集资买学校的房子来着? 1230L,对哦,这俩位开始还说一起买房的。 1231L,确切地说,是蓝旺鸡片位无羡一起买房, 后来都是男朋友了,好像就忘了有这么一回事。 1232L,好羡慕在大学校园里住的人,环境特别好。 1233L,谁都知道A大老师待遇好啊, 老师福利买的房,都是请A市出名的设计院设计的, 阳台超大的,采光特别好,别问我为什么知道。 我去过导师家一次,实名羡慕了。 1234L,我就想悄悄问一句,A大老师未婚得多吗? 1235L,楼上的,同问,可是想想竞争压力大呀, 多少人盯着里面的唐僧肉,比如蓝旺鸡。 1236L,蓝旺鸡倒不用你们盯着, 他还盯着他碗里的魏无羡呢。 1237L,只有魏无羡猛懵懂懂地出租了一间房, 然后收获了一个男朋友,这都是命。 1238L,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关心魏无羡的房子, 有没有出租出去收房租吗? 不是房贷很高要存钱还房贷吗? 1239L,嗯? 突然想起,哦,他还是房奴啊。 1240L,突然心里平衡起来是怎么回事, 果然幸福来自对比,我还有三年就把房贷还清了,开心。 1241L,楼上的事感觉赢过了魏无羡是吗? 你有没有想过,他男朋友一出手可是一条街, 他男朋友的大哥也是哦? 1242L,这一条街的梗是过不去了是吗? 1243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啊,倒没有忘记我的房子, 本来我想着住蓝湛宿舍,我那房子可以出租了, 贴补家用房贷啊,结果蓝湛说,还是留着自己住吧。 万一租客把我房子弄脏怎么办? 弄坏了怎么办? 我精心设计的房子,忍心让别人破坏吗? 留着不出租,什么时候想住,我们就可以回去住, 比如放假啊,各种不用上课的时候,也可以回去住。 我说要还房贷,要好多好多钱, 蓝湛说,还房贷的钱从我工资卡里扣就好了。 突然想到什么类似的广告词,一卡在手,万事无忧啊。 既然有人帮我还房贷,我可就不可气了, 毕竟那是新房,我也不想让别人住。 1244L,我突然感受到蓝旺鸡的小心机, 其实他是不想别人住位无限和他的新房吧。 1245L,毕竟那是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,突然被嗅到。 1246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 刚才蓝湛问我,过年你回家吗? 我想了想我的稿还没画完,回家票还抢不到, 我叹气摇头,今年估计回不了家过年了。 蓝湛说,那你和我回家过年吧,我们家过年很热闹,很多亲戚朋友, 而且,长辈都会给晚辈礼物。 嗯,礼物?蓝家长辈可真好,可是我去的话,是不是有点不太矜持? 毕竟确定关系也没多久。 结果蓝湛说,没关系,我们家人都知道你。 啊?为什么他家人都知道我? 以蓝湛这性格,三棍子打出不出一句来,能传回蓝家的,估计只有蓝大哥吧? 看着如此斯文的一个人,居然这么八卦。 1247L,哇,见家长。 1248L,现现,你们俩也算从小认识了,不算不矜持哈。 1249L,有礼物哀,新年最喜欢收红包和礼物了,实名羡慕。 1250L,只希望蓝家长辈里没有让小辈表演节目的那一种,太射死了。 1251L,从三岁被唐诗,到现在十八岁在亲戚面前表演弹琴的我,满肚子都是苦水,一脸的泪。 1252L,同款过年要表演节目的人,我学声乐,我家二姨说,来,给叔伴阿姨们唱一首。 我紧号人民币百分号,实在太丢脸了,站我旁边的,是我三岁的小职,刚表演完一曲儿歌。 1253L,哈哈哈哈,虽然同情你们,但是真是怎么这么好笑。 1254L,魏无羡,他们不会要你当场表演画画吧。 1255L,我突然想说,魏无羡,你有没有想过蓝家人里面,还有个蓝景仪,有没有一种可能,八卦出去吗? 1256L,历史系才子晴天霹雳,哈哈。 1257L,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还有一个问题,我去蓝湛家,带什么新年礼物? 在线等,急。 1258L,长沙人推荐你臭豆腐。 1259L,你要这么说,广西人推荐你螺丝粉。 1260L,你们要这样我可就精神了,安徽人推荐臭鲑鱼。 1261L,你们这些人,居心叵测,太坏了,他会被扫地出门吧。 1262L,书香兰家,突然涌进一堆新年礼,臭豆腐,螺丝粉,臭鲑鱼,哈哈。 1263L,这门亲事,就砸了。 1264L,第一次见男朋友父母,是要认真对待。 我当年可是好烟好酒好茶,挂满一身去见的女朋友爸妈。 1265L,勾起我的回忆,我给老丈人买的茅台。 1266L,这是暴露年纪了是吗?都是结了婚的人。 1267L,不,也有结婚未遂的,飘过。 1268L,历史系才子,为歌谷文贝的可熟。 毛笔字写的可好。 对古籍是否有所涉猎? 可喜欢吃素。 1269L,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啊? 我感觉我和蓝战还是不太合适,需要认真考虑。 1270L,能买下一条街的大哥,蓝景仪,口出狂言,回去抄家规。 蓝家长辈向来平易近人,而且对晚辈很是慈爱,每年都给晚辈送礼物。 1271L,蓝景仪,哈哈哈哈。 1272L,我怎么感觉这么不能相信呢? 1280L,我感觉蓝景仪这小子以一己之力,成功下退了魏无羡。 1281L,如果魏无羡最后不去蓝家,蓝景仪这小子估计要被罚死,哈哈。 1282L,我想象一下一群严肃的长辈坐在魏无羡面前,考他被书写毛笔字,哈哈。 1283L,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你们不要瞎说,才不会这样。 蓝湛保证,绝不可能有长辈考我被古籍和写字,也不会有长辈问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。 1284L,奶茶买一送一,不是我自夸,我觉得魏无羡去男朋友家,要不要带点奶茶礼盒去? 都是现做的新鲜奶茶呀,别错过啊。 1285L,老板你是认真的吗?你确定不是来搞笑的? 谁去男朋友家送礼物送奶茶?这门亲事,时成时会黄吧。